田蕩已久的開花案 總算快有歷史性了一刻 但是 我就現在純粹的商業區 其中有關於商業區方面 商業區方面將來完成的話 對地方交通 尤其是交通方面 的確是一大重要的瓶頸 因為比如說像周邊的道路方面 現在目前像福德街 214號道直通到南崗口宅 這一條路目前是雙線道 但是很奇怪 當初設計 不知道怎麼設計 沿頭是六線道 到那邊變成雙線道 那平常的話 平常 尤其是通道加律的話 民眾登山或是往南崗口宅拜訪的話 交通都會有打劫現象 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 那現在請問一下 廣市博愛院開發的話 請問一下 對於這一段的大陸 是否有那種透寬的計畫 假設透寬有困難 請問一下 是這方面 是不是可以配合容積力更優厚的方法 來鼓勵民眾都更 但是說到都更這方面 附近的民眾 其實對都更 也有點不大了解的地方說 容積力百分之來自比 其實他們也不大了解 是不是可以看 幾百次公寧會 針對福德街這個雙線道透寬 是不是有一次要透寬 這樣交通方面 透視環保 比較適合 謝謝 目前是雙線道 現在是 單邊一項 所以你的問題是說 有沒有透寬對不對 對 有沒有透寬計畫 如果沒有透寬計畫 是不是可以鼓勵民 接下來我們來問一下好不好 透寬 看有沒有透寬嗎 有透寬你才有 目前沒透寬 請一下中型里里長有沒有在 中型里里長沒有來 目前是 像這邊 這邊 可不可以您把你的電話 留給我們助理好不好 我們把它問清楚再給你們回覆 好嗎 對 可以嗎 福德街 好 那留電話 有 有 有 與民眾 那是里長 那個是我們中國里的曾里長 我是住在福德街 我中國里的里長 議員各位長官 表示 如果是福德街 因為透寬的話 那中型里那一邊的話 一定是反對 因為我 據我知道 我們是在辦那個 辦理那個 福德街改編為信義路的話 就是已經卡到這個程序 所以說 如果透寬的話 一定可能是行不通的 這個我先給解釋講 其實 透寬方面 民眾有意見 可能就是卡在都更方面的優惠措施 沒有收得很清楚 第二方面 大部分建設公司的話 都是以自己利益為優先 所以 如果在市政府能配合都更方面 更有財性的做法 那再舉辦一次公領的可能民眾意見 有種不同 因為大部分都講說 我一瓶換一瓶都划不來啊 有這種觀念 但他所謂一瓶換一瓶 或是一瓶換兩瓶三瓶這種 是指室內面積的話 那就可以有 可以參佐 你不要講說一瓶換一瓶 換西瓶也是沒用啊 那當初建設公司可能 不知道跟他們 什麼講法 是一瓶換一瓶 沒有講得很清楚還是怎樣 所以說請再舉辦一次公領會 針對附近的理名 好 謝謝 我們在舉辦公領會 針對都更的問題